市長去看過和平跟三種一樣 其實每個醫院都有做院外的發燒篩檢 那這個部分本來就是在原來就有的機制 不會特別再去做一些相關的圖 應該是原來就已經有了 你現在進醫院去都要做相關的疑問的量測 甚至要確保你是沒有問題的 對 我們的SOP的問題是一樣的 就是說我們現在跟著中央的疫情 本來就有SOP 所以現在的狀況是我們在醫院本身 陪病本來就是限制唯一人 對 那台北市的這個市民專線有沒有被打爆這樣的情況 我沒有聽到這個消息 因為應該不是台北市的問題吧 應該是1922那個是中央的疫情的專線 對 不是我們的 目前這個韓府有可能會跟進桃園取消嗎 什麼 韓府 韓假福島 韓假福島 我們今天因為目前為止SOP的部分 我們目前今天還沒有討論到這個細節 但是我們的第一階段的人的部分 包括畢業旅行是先取消的 那因為社區的部分還沒有在台北市目前中央也是認為說還是比較像是院內感染 對目前為止我們還在第一階段的討論中 但是可能還要再看情況 那我們目前北市有多少的防疫旅館可以供中央來調度 我們台北市的防疫旅館總共已經一百多家了 已經有七千間房間 目前為止到今天這兩天是最高峰大概會租到六千人左右 那我們一直都我們之前是限制只有台北市民的部分 後來有沒有增加開列了幾個 而且很多台商不回來定了又退掉 所以我們只要保留五十個在我們台北市可以控制的其他都是自由自由定義 所以中央如果需要的話本來就我們就有五十個民 我們自己保留的五十個隨時可以隨時可以掉退 但目前為止都還有很多空缺啊 還有一百一兩百間的都沒有問題啊 那現在春節有很多歸國的旅客 那春節有什麼加強的防疫措施 春節歸國的部分因為現在還在做院內感染的控制啦 那我們目前為止大概還是維持中央的所謂的秋冬專案 那專案裡面八大場所本來就要強制戴口罩 那我們現在的公有場館也都會一樣會有實名制 那如果疫情假如台北市出現一地本土的話 我們就會啟動我們所有的第一階 那第一階就會有很多的地方活動會有一些暫緩或延期 甚至取消的情況 但是到現在這個當而我們還在等中央的相關資訊 我們會比較保守的來看說到底什麼時候要啟動 我們可能隨時啟動 不會說現在市長常說要做的事適當的說 而不是超級過於過於恐慌 對 他會擔心這個因為畢竟現在有匡列五千 可會擔心有漏洞 是好比說賠病者或探病 這個不好狂烈 臺北市就我們相信中央的專業他們在那邊的控管 應該是說目前為止把它列為居家隔離 居家隔離是一個很高強度的管理 那如果居家隔離的人 那在臺北市也是由我們衛生局來管理 不是民政局 所以他其實管理的強度是比較強的 那現在在臺北有的這四十幾位我們會很用高強度的來控管 那中央的我相信這五千多人可能量能的話 我覺得會是一個很大的負擔 但在臺北市我們光居家隔離就已經同時間有一萬人的經驗來說 其實並不是那麼百分之百的困難 只是說可能其他縣市沒有那麼多的量能的時候 我們看看怎麼協助大家互相支援 我覺得這也是另外一種方法 就擔心也沒有用啊 我問一下像新北部分是已經禁止探病 那臺北市跟立法探病的部分 我們聯誼的部分還是會講說 我們會按照我們原來院內本來就有的SOP 我覺得還是以科學證據來做處理啦 如果大家各個民間機構有他們的想法 北北桃是一個一日生活權的地方 就算我們做了相關的控制 我們也不可能阻礙大家坐捷運坐台鐵高鐵 這個事情我覺得重點還是做好個人防護 不要弄得太恐慌 桃園不是每一個人都有問題 有覺得這次匡列五千人 昨天才宣布會太慢嗎 匡列五千人我相信也是他們在判斷疫情 因為主要是那兩位是最後新增那兩位 是沒有一條線可以連的 這也是我市長早上開會也是說 不要擔憂的是有線 有可以連到線的其實都不用太緊張 是因為沒有連到線才會 我相信中央也是因為這個原因 所以快跟慢我覺得 木桃匡列五千人 北北桃生活圈之下台北市如何依應 大家看到這是黃山山上午最新的說法 目前台北市居家隔離有四十幾人 那麼學校的部分 寒假輔導會不會跟進取消 還在討論中 先取消的是畢業旅行 我們稍後進一步帶大家關心 大家會擔心慢 但是我覺得從去年到現在